系纸火车站是系纸的重要门面 每天进出的民众相当多 不过却有不少缺失 首先是路灯照明不足 夜间安全性不够 另外等公车的路面坑洞不平 大车一经过水都会见失等车的民众等等 所以议员审发会服务处也向单位来反映 8号今天早上也来到了现场关心改善的状况 一大早进出火车站广场的人好多 不过晚上时间因为周边照明不足 一片黑漆漆也造成夜归民众没有安全感 另外就是紧邻的大同路往中正路的大路口 因为路口太大再加上一旁 原本设置的照明都被大树遮住 到了晚上一样好暗 所以里长也一直要求能够改善 高价了完成了95年了 因为这个铁路的广场 来有设定叫法都没设定 乌铃落得了 没了我那个有的工作经贿 这从绿和国家 渗事后我就应付 因为这个手很大罩了 车子 尤其这野党天 早就11个22点 早就要坐车下班了 这倒不敢走 包括国家和台东都乌铃落得了 虽然这边有这个亭原灯 但是亭原灯的高度 也是不够高 不够高的情况之下 树木又有长高 那变成这一个晚上 那个户人或者是行人在行走的时候 那个光线不够 那么我们经过有关单位来会看 原则上现在开始在前面那里 先补射真色路灯 在之前会看后 现在已经确定要设置路灯的位置 就在路口处两个杆子的中间地方 而另外周边号需要改善的 就是火车站旁等公车的地方 原本的路面因为都是大车重压 再加上转弯处已经出现严重不平 大车一过水都见识等车的民众 改善的状况如何 8号上午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里长也到现场关心 发现路面已经重铺 等车环境变好 因为在我们的火车站这边这 在路后后踢不平 路大 折得整成功了 要去报公文科 报仰物工程处 公文要不教委 仰物工程处都马上跑好又跑好 速度很快 我希望在路上 同样这个速度 如果我们按下班的人 我们修一个路 让我们安全回到家的 路面受到挤压 常有那个波状 高力不平的那种现象 那么有时候会积水 下雨天的时候 公车停进来的时候 会把那个后车的人 洒得整满身都是水 所以说我们就请有关单位来 在上个礼拜天 速度蛮快的 在上个礼拜天已经刮铺完成 系纸火车站是系纸的大门面 包括外围道路或是等公车 进进出出的人好多 现在陆续改善 希望让环境变好 行得也安全 这程惠林 系纸采访报道